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台出晚期新闻 我是林如 我国在历经了昨天一天的本土佳林 今天本土在佳琪 其中呢 在双北 在今天是再新增了不明传染列 是一名家住在新北市中和的男子 他在这个月的9号突然发烧喉咙透 他在家里头自行快筛 结果验出了阳性 到医院裁检确诊 CT值很低 只有14.4 而还追处了包括他的非同住家人 未满5岁的儿子跟前妻也都染疫了 而目前这三个人的足迹完成清销 但是感染源不明 现在还得靠疫调还有基因定序才能够履齐 随时想到就会拿起家用快筛 伸入鼻咽做检测 新北市中和一名男子因为经常出入公共场所 就怕会感染新冠肺炎 时不时就会自己快筛 原本这个月6号才验出阴性 9号却突然发烧喉咙痛 自己快筛 惊觉阳性 到院PCR採检呈现阳性反应确诊 次疫值14.4代表病毒量很高 由于他6号当天还曾经去到台北家里 看小孩连同前妻跟儿子也同样染疫 各染源通通不明 他是一个在公司上班的员工 社区的影响目前来讲还需要再评估 不过不是说像大型的这种群聚或职场这种 需要额外去做全公司大规模的筛检 根据了解这名爸爸一人独居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再发并且还曾经逛过戏纸家乐福快乐小熊亲子乐园 发并当天跟曾去过全家到银行办事 而前妻跟儿子则密集出现在台北市东湖一带 包含麦当劳和内湖乐活公园 包含保姆同住家人和餐厅员工 七人都被列居家隔离 为了安全起见像是公共场所员工还有同楼层住户 也都要一并裁剪 源头目前确实是不明 我们还需要再做这个相关的接触者的匡列裁剪 看是不是可以再找到一些 跟其他结案或发展中的传染链有什么关联性 目前国内还有三条不明感染源有待厘清 其中包含最新的双北家庭群聚 也要再分析经营续是否和双北顺上郭群聚有关 持续疫调找真相 今天我们明镜的报道